今天我们的视频里面是 一 hammer 而我们的视频里面有一个东西 一 bulletproof glass 把手中小锤子递给死党 让他用这把锤子向全世界的观众证明 印度玻璃的质量 没想到死党直接笑着把锤子丢到一旁 转身拿出了自己的开山锤 这一幕让印度小伙笑了 他笑着说 这玩意儿一锤子下去 中国玻璃避碎无遗 而印度产生的玻璃码 可能会受到一点点伤害 做好准备之后 只见死党把锤子高高举起 下方的印度玻璃顿时产生了无数裂痕 而上方中国玻璃完好无损 这一幕让印度小伙愣住了 他连忙小碎步跑过来查看玻璃的情况 他僵着脸说 这次试验可能出现了一点小小意外 我们重新来过 随后让朋友重新砸一遍 随着朋友一记中锤下去 只见中国玻璃被砸到原地弹起 而印度玻璃又再次充满裂痕 印度小伙尴尬了 他向镜头解释道 印度玻璃之所以会产生裂痕 是因为在下方 替中国玻璃承受了锤子的重量 这才导致了印度玻璃的碎裂 这跟质量没有多大关系 是物理学的受力问题 随后他决定 把中国玻璃单独拿出来测试 他笑着说 这次没有了印度玻璃的垫底 中国玻璃一定会一下子被锤子砸碎 他让朋友小心 不要被玻璃碎片划到了手 朋友笑着答应了 只见朋友用力一锤子下去 旁边的砖头都脆开了 中国玻璃被砸得高高弹起 却依旧是完好无损 印度小伙儿急了 表示朋友因为砸过一次 已经没有力气了 随后他表示自己要亲自上场 他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中国玻璃质量没有印度的好 只见小伙子抡起锤子 360度大转圈用力一砸 两侧的砖头再次碎裂 激起了大量的灰尘 而中国玻璃再次被砸得高高弹起 依旧没有碎裂的情况 他不信邪的把玻璃取下来放到地上 然后用锤子猛砸 只见锤子都砸断了 中国玻璃依然是没有碎裂的迹象 看到这个情况 印度小哥坐不住了 他生气的开来印度的国产汽车 发誓要用这部汽车 来压爆这块该死的玻璃 只见汽车缓缓的开过 中国玻璃依旧没有碎裂的迹象 然后就是拖拉机 为了押爆这块中国玻璃 他让这部拖拉机停在玻璃上面 这次玻璃出现了裂痕 但是依然是没有爆掉的迹象 印度小伙这下都没话说了 他表示刚才的玻璃可能是拿错了 这块才是他们印度生产的玻璃